哈囉大家好我是蓋伊 前陣子我收到一則IG官方投貼的一個帳號 然後他私訊給我 講述的內容文案非常的正式 那他大概是說我的IG帳戶違反了版權指南 我的貼文內容包含受版權的保護內容 因此禁用了我帳號中的某些功能 如果我在24小時之內沒有意義 將會刪除我的帳戶 我重複看了好幾次 是刪除喔 官方將會刪除我的帳戶 如果我認為這是一個錯誤 請提交申訴書 他們的經理將進行審核 然後他們還附上一個申請書的連結給我 那我看到這則留言的當下呢 我是非常的緊張 因為畢竟對方用了 刪除帳戶 這麼強烈的一個字眼 然後我就不禁開始在想 是不是我哪一則貼文 就是用了可能七龍珠的配樂啊 或是一些我非常喜歡的樂團的音樂 又或是我可能彈吉他又哪一首歌 就是違反了半權之類的 相信我我真的反覆看了這則留言好幾次 我甚至還點進這個用戶去看 竟然有1萬多人追蹤 所以我當下呢也不宜有他 只想要趕快把這件事情處理掉 於是呢我就馬上點進去 對方提供的這個連結 我想要了解這個申請書的內容 到底是在講是不是 天啊 點進去很奇怪喔 它是一個非常正式 而且它是一個 IG官方的一張照片 當背景 然後下面就是 要你輸入你的IG帳號密碼 呵呵呵 你是不是輸入了 對 沒錯 Gay你有沒有天真啊 不是 當下真的非常緊張耶 我好不容易經營起來的一個社群媒體 要被 刪除用戶 Gay那你那個帳號密碼 輸入進去後來發生什麼事 輸入之後呢 你知道嗎下一個頁面也非常的正式 它是出現一些規範 但是很詭訣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突然系統呢 官方的系統突然傳一個訊息給我說 有一個IP位置想要登入我的IG帳號密碼 然後問我是不是本人 然後我仔細一看這個IP位置 我竟然在加拿大耶 加拿大 而且我當下呢 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是 很奇怪 IG的總部在加拿大嗎 然後第二個想法是 哇塞 這應該是詐騙吧 怎麼會有一個 加拿大的IP位置 然後想要登入我的IG帳號密碼 官方肯定它不會做這些事情 所以到這邊你就發現它是詐騙 對 我就覺得是詐騙 於是呢 官方的系統呢 就詢問說這個是不是我本人 然後我馬上按下 這不是我 按下之後呢 我馬上把我的IG密碼給換掉 真的是差一點就去了 真的耶 你自己有被騙過的經驗嗎 有 那種email我其實蠻常會收到的 然後它就會 都弄得很逼真 那有些會 比方說說你可能在這個蘋果啊 或者是安卓的那個商店有沒有購物刷卡之類的 然後又要輸一些什麼 其實那種它弄得很逼真的話 你當下真的不要馬上去點 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被騙 沒有經驗的人第一個看到的職員 他不會想那麼多 但是像你就是有經驗嘛 闖蕩江湖久了 你說到很多 沒有看過很多 你還是會緊張喔 對還是會緊張 可是你至少會去想說它有可能是詐騙 你要先放著想一下 對你要先想一下 等一下 或甚至你問一些比較有經驗的人 對對對 有一些有被騙過的人 可以問一下它 最好就是你應該去問客服啦 就是你在輸入之前 你先用他們的網站去問他們本公司的客服 有沒有問 這樣是最好 可是你看像Instagram 像Facebook 或是Google那一種的 可能它是境外的 你可以從網頁上面 它還是會有一些聯繫式的管道 那些管道都要時間它才會回復 對啊 所以它給你一個 它故意給你一個24小時之內 不然要三層的帳戶 這個就 但是還是要冷靜下來查一下 或者是你就上網問大家 看這個東西有沒有 大家碰過類似 對 所以剛剛那個IG的帳戶聯絡你了嘛 所以這件事情就安全結束了嗎 還沒有 就是其實一般來說 就是對方只要拿到你的帳號密碼 他就可以登入你的IG 或甚至把你的密碼直接改掉 變成他人 但是呢 還好 還好我在幾個月前有設 真的真的非常重要 你當你設雙重驗證 有其他的IP想要登入你的帳號密碼之後呢 官方它就會寄一個代祕 大概六位數吧 它會寄一個代祕到你的手機裡面 然後你還要再輸入你手機裡面的這個代祕 你才能真的成功登入你的帳號密碼 正當呢 我還在匪夷所思的時候 一個百分之百讓我確認它是詐騙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IG的官方投貼帳號呢 它竟然又私訊我 它叫我輸入他們 傳到我手機的這組代祕給他們 並且還跟我說 如果我不理會他們的訊息的話呢 他們將無法協助我解決這個事情 真的是 但是我當時就想說 這個IG帳號也太閒了吧 你知道嗎 你知道全球有多少個IG用戶嗎 全球大概有十億個IG用戶 十億個喔 然後它竟然閒到會來私訊我 我想說 第一個訊息如果是 系統自動回覆的話就算了 最好是有空閒到去 給我留那麼多眼 這時候我就百分之百確認它是詐騙 那後來呢 後來呢我還自己上網去求證一下 就是IG他們官方如果有發現 類似侵權的問題的話 他們會怎麼處理 那一般來說他們會直接 靜音你影片的聲音 那第二個再嚴重一點呢 他們會直接把你的PO文刪除 但他們並不會 直接刪除你的帳戶 正當呢我決定忽視這則訊息 想要讓自己的心情平靜下來的時候 欸這個帳戶竟然又私訊我 阿呦勒 然後我想說 欸你這也太閒了吧 最好IG官方會這麼閒 然後還這麼想要熱心幫我解決問題 而且很好笑的事情是 他們怕我沒有看到這個帳戶傳給我的訊息 他們還用另外一個 也是IG官方投貼的帳戶 然後一樣私訊我 叫我輸入手機的代幣給他 那更好笑的事情來了 當我忽視這兩個帳戶傳給我的訊息之後呢 有一個非常奇怪的外國人的帳戶私訊我 欸他竟然跟我說 欸Man MOTHERF*** I TRASHYOUTUBER 他竟然知道我是YOUTUBER 竟然還去做功課欸 然後跟我說 F***YOU TRASH 然後我點進去看 對方竟然有 11.6萬追蹤者 Ui高欸 這肯定是不知道從哪個 IG的經營用戶那邊偷來的 人家好不容易經營到16萬的粉絲 就被你這個trash騙走 所以呢我在這邊要呼籲大家 不論是Instagram 或是你的Google帳戶 請一定要設雙重認證 不要讓這些trash有機可乘 你會跟你的押韻喔 SKIRP 那我在這邊呢 教大家如何設定IG的雙重認證 非常簡單 只要30秒 請大家拿起手機開啟IG介面 然後點選右上方的三條線 按設定 然後選帳號安全 雙重驗證 點下去 你可以點選簡訊進去之後呢 將簡訊上面的按鈕開啟 這樣要是之後有其他的IP 想要用登入你的IG 都必須輸入 官方傳到你手機裡面的待密 好啦 總之呢 請大家一定要做好保密防碟 不要讓自己辛辛苦苦經營起來的社群媒體 被這些trash給騙走 剛才一差點就去了 當下真的很火大 我差點就飛到加拿大了 拿啞鈴去給他 叫他練到力竭 那如果大家收到類似的訊息呢 當下也請默驚默慌 多去詢問一些有過經驗的朋友 或是問一些人之類的 因為對方會使用一些非常嚴重的字眼 讓你覺得 很恐慌 很想要立刻馬上處理好這件事情 那種越有實現的 你就越慢下來就對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呼籲大家就是 不要再受騙上當了 那我是劍仁蓋 下次見 掰掰 可以觀看 為快更恐慌 做組裝